父母圈地结脉 自己单位里面的人 囤治 善师 下属 我们自己没有里面的义工 我们来的这些善男性女 游客 以及我们是没有里面的法师 在几样子一个境界里头 自己都不容易怨战佛法 那是很不对路 所以我们在庙里面来听课 来听佛法 只有抱着一颗什么心呢 不是说我今天来 希望我要听到什么 我要得到什么 你要换一个心 你要很认真听 寺庙里面的法师 他在选什么 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他指出了这什么问题 那么他写的是什么 那他写的这些内容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自己有没有减少的一些问题 自己在过去 有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状况 这些指导性的意见 这些指导性的一些说法 对自己今后会不会有帮助 如果有帮助的话 我应该要把它记住 以后能够做参考 能够帮助自己 谁是问题 而不是说 自己希望听到什么 然后你来听 这个法师 简的跟我又听的不一样 这个法师简的不好 所以说 这个法师简的 我要拿经论出来 对照对照 他简的是经论里面的哪一段 那个你就会搞错 我们这里面简幅化 不就是说 你要来当裁判 来判一判 你跟那一段符合不符合 那个是两回事的 如果我们这些的尺度 哪里不准的话 那么你到庙里边 一听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对哪一段的经 哪一段的乱的文字 要来消亡 不是来做这后面的工作 那做这后面的工作 我们只见还没有来到 更何况 我们自己家里边 有这种经论 自己能够看得短 那完全不需要 在庙里边来听 在庙里边来听 经论话 本件就是一种修经的构成 并且是直指人经 直指我们内经的人经的落点 烦恼的问题 以及如何面对和解决 然后呢 大家来造一份公业 来结一个商人 渐渐慢慢呢 大家就能够走得正确 就会越走越我 越学越好 以此同大家 过面之 今天就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